教育部将扩大理工学院预科班的招生范围 从2028年起在全面科目编班之下 修读G3或G3和G2科目的中学生 也将能够受惠于理工学院预科班 学额也将从现在的约1700个增加到最多2600个 目前理工学院预科班只供普通学术学生修读 教育部希望借由扩大招生范围 为更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更多元的选项 并不仅限于他们的分流原流 而是根据他们在不同科目水平的表现进行评估 从2026学年起 理工学院预科班学生将先进入所选择的学科群 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根据兴趣和长项 选择要攻读的文凭课程 教育部也将检讨理工学院录取制度 公益教育学院也将推出多四个工读专业文凭课程 以及将技术专业文凭课程的数量增加一倍到六个 总共提供1400个学额 这有助额外10%的国家公教局证书 以及高级国家公教局证书毕业生继续升学 为更好的支持特殊需求学生的学习 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教育部今年起将以学校伙伴关系 普通教育与特别教育取代目前主流学校 和特别学校之间的卫星伙伴关系 进一步加深及增加特别学校和主流学校的合作及交流 大学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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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学